工商時間97MR 防摔手套帥氣安全 蝦皮熱賣中 大家好 我是小鈺 要介紹一個東西就是重機的刷電腦 重機的刷電腦其實我問過蠻多家的 然後有蠻多人使用的 最後我這邊選定的使用就是大家最常用的Woolidge Woolidge它就是屬於內刷式的電腦 就是它會拿你的原廠電腦 然後再說去刷電腦的部分 因為其實重機的部分在台灣的規則上面 就是台灣的法規七級環保 它比較麻煩它會降馬力 然後因為它是等於CC數到了 因為你要能源局油耗要到的情況下 等於是你的CC數到達多大CC數 你要多少的油耗量 那因為可是如果車會跑的情況下 CC數變大 自然而然就耗油 所以它只好把大CC數 油耗調低 那就是調省油 然後調省油狀況的方式 就有很多種方法 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方式會不同 那原廠電腦就會變成是有限制了 然後它會變成在解電腦以後 就會變成原本的方法 那車子進來台灣呢 所以不管是什麽10啊 什麽的相關的都會有 那我跟大家講 我的H2 跟我原本自己的利益牽呢 由於是舊款車種 因為我記得是在2015年之前的車 大約大部分就是沒有限制馬力的 那沒有限制馬力的情況下 就等於是國外的馬力多少 在台灣的馬力就差不多多少 它不會有限制太多 那當然後來的車種呢 因為環保法規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是要符合七級環保 所以自然而然降馬力 那降馬力呢 原廠有很多方法啦 那選擇上面的市場偏向 是把原廠電腦做所謂的刷回歐規 或者是刷回美規的規則的方式 就是等於是把限速解掉的方法 當然還是有另外一種的改裝方法 就是整顆電腦換掉 那像艾瑞絲的電腦 我自己有在用的電腦叫艾瑞絲的 它就是整顆換掉 那整顆換掉的費用當然是比較高 那這種的費用當然就比較低 大概市場行情價大概在1萬的上下 1萬的上下 當然要看是用罐頭方式 還是要寫的還是要怎麼樣的 那我之後呢就打算要玩 所以我就決定了 我們就進了一個物理區 來做寫電腦啊 一些相關的測試 那之後呢如果有一些車種 我們就能把它來解電腦來 把它恢復馬力 那現在呢因為我的車種呢 兩個呢 都是沒有限制馬力的 那我們還是會把他們電腦拿下來 做一些嘗試撰寫的情況下 那還是介紹給大家一下 然後接下來就是它會有這個 所謂的這個空欄筆機 然後這個有空欄筆機 所以它就有涵養頭 然後這個涵養頭一樣的 那這種有空欄筆機的情況下呢 就是 當然我們馬力機也有空欄筆機 所以說空欄筆機有分很多種 那當然 有人說馬力機的精準度這些 精準度有非常非常多的相關 除了頭的關係 主機讀的訊號也有相關 當然還有你排氣管燒的位置 跟 像這種四缸車或者是多缸車 你的排氣管是要四支還是一支 那你的燒的位置是在四合一的位置 還是單支的位置 那個都會有誤差的 所以說其實空欄筆機都會有誤差 然後接下來它就是其實有一堆配線啊 然後電源線啊 然後一些相關的 那這個配備呢 其實就是都要去上網去買 然後他們這個 我就簡單的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它每一個配線都會不同 車種配線然後相關都不同 好啦那這就是物理區的官網 然後它的官方網站都有 那這個是已經登錄進去後呢 它就有一個軟體可以下載 然後下載以後呢 就可以開它的軟體來使用 那它每一個key 它每一台車子都會有一個key 然後它要有key 才能去購買以後 它才能刷它的電 然後不管任何車種 不管是你什麼 Kawasaki的Suzuki的任何車種 它都有 它車種非常非常多 其實在前面這邊 所以BMW、YAMAHA、HONDA、Kawasaki、Suzuki 所有車種基本上都有 所以它連 我就有買了H2的電腦 跟Z1000的電腦 然後這個key去使用 那像我現在已經有刷了Z1000的key 那等一下呢 我們會測試一下Z1000的 給大家看一下怎麼樣 那這就是它的官網 那這個也是要去申請帳號 然後有一些反覆的流程以後 才有辦法使用 那當然有辦法你就有辦法用 那它的軟體打開來 我們也簡單的介紹給大家 它軟體打開來就會像是這樣子 然後它就是全英文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去建一個新的 然後它就會有分很多抽的 所以可以看到這邊 Kawasaki系列的全部車種 不管是10R、RR 然後什麼全部都有 6R都有 然後Suzuki也有 然後相關的 然後這邊它的各個車種 YAMAHA這些 MT09 然後07R R1 全部都有 所以HONDA這些都有 那我們就先開一個 我基本的 然後把一些功能介紹給大家 然後當你軟體打開了以後 你就會看到它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選項 那燒錄啊 寫錄電腦 這都不管 那最少它有一個是 工油的MAP 這個是可以寫工油的MAP 然後它同樣的裡面 它也可以選擇你是要 第幾張 還有第幾缸 它有4缸 所以有4張 它有工油的MAP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這還有3D圖 然後還有個就是 點火的MAP 它連點火的MAP都有 所以就是說點火的部分呢 點火強弱轉速 然後都有相關 也有分引擎 然後分引擎的部分 然後引擎的部分 哪一顆鋼它的點火強弱 等等的啦 好 那這個點火的也有 所以就是工油點火 然後接下來這一個 比較特別 這個是屬於油門%數 等於是節油閥的在感應的%數 那這個就會有一個 油門%數會造成它的 車子的順暢度一些相關的 所以它的節油閥開創的 可以看到這些藍色部分 是我有寫過的 因為某一些電腦 它會在這地方 蠻多台規的部分 都會鎖節油閥部分 尤其電子節油閥 它們就是在你全油門後 它的節油閥這邊 它會把它鎖住 只有大概5-60%的油門%數 所以說就算你全油門 它也是只有5-60% 那你三種模式在調整的情況下 雨天模式就是你全油門 它這個節油閥開度 也不會到100% 怎麼樣都不會到100% 那雨天模式 所以就是模式的調整 也是靠這邊來調整 那它也是會有一個模式的調整 然後線轉的部分 這個是線轉的部分 例如說10900轉那些的 然後當然還有它一些特殊功能 例如特殊功能是說 你可以把O2SENSOR關掉 這個是把排氣的閥門關掉 這款是利益牽 所以它是舊款的 所以它功能比較少 如果有電子的節油閥部分 它的功能就會比較偏多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看引擎的DATA 然後跟自動修正的功能 跟開啟的相關功能 然後它是簡易的 所以其實 這邊我看起來的功能 大概呢 如果有玩過艾瑞絲的電腦的話 大概就會知道說 它其實就跟艾瑞絲的功能差不多 只是這一個電腦把它弄成簡化版本 所以變得跟miniX一樣 它是每一項每一項 然後讓你去特別去寫 那你只要了解原理 基本上你都能寫得出來 好那這個大概原理 然後寫完以後就燒入 所以解開歐歸的電腦方式呢 很多方法就是純粹我們就是把油門的%數做解開 或者是說我們會把它的點火 看它是不是有特別的退 然後特別的降 然後去做點火調整 好那當然工油也是能調整的 好那當然就是有不同的方法 有不同的做法 當然也可以不同的解法 那寫電腦大約就是這樣子 那這就是屬於內刷式原廠電腦的部分 那我使用的是物理區 好那當然也有別家的電腦 也是有做這種方法 那就是看大家各的喜歡 好那 二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就是拿利一千上來 然後直接測試馬力 那我們之前有測過我們利一千的馬力 好然後我到時候會做一些利一千的馬力圖 做比較 然後我們稍微寫一下 那當然有些人會說要可以寫牆 那也可以說不用寫牆 就是寫順啊寫一些的 這種東西就看客人需求 如果你今天只是要解掉台規的馬力的話 那我們就是用電腦部分呢 把台規的馬力解掉 恢復成歐規 那引擎的部分呢 會跟國外的歐規的馬力會一模一樣 那還有另外一種呢 當然就是特別要寫牆 那特別要寫牆呢 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就是跟照原本的引擎的部分 然後再做一些公油的調整 然後跟點火的調整 然後再調牆 然後那個模式的部分呢 就是油門的靈敏度 那油門靈敏度 其實可以看到通常都是用解流閥的靈敏度變動 然後去做調整 那三段模式呢 也都是解流閥的靈敏度去調整的 好啦 那我們話不多說 開始寫馬力 GO 好了 那我們已經拉完了 那我們也測看了一下數據圖 那很明顯喔 我直接拉的時候覺得 奇怪馬力有大喔 所以現在測出來馬力直接大了5P 直接大了5P 所以說 原本我改管的時候呢 之前上一集有拉過 拉過在121P左右 120P、121P左右 然後 我這次呢什麼都沒動 然後我就直接把電腦刷到Witch 那刷完Witch呢 其實我也沒調什麼 就是把油門趴數一些的 一些效能啊 再調強一點點 然後 點火跟公油我都還沒有寫 然後 有配合管上去了以後 拉出來 就已經126、127了 那 因為我有調油門反應 所以油門反應呢 變得很靈敏了 也變得比較 暴力一點點 所以我有調油門趴數的部分 所以這個 改變就是蠻多的啦 那基本上 因為台龜現在有恢復的話呢 其實用這樣簡易的刷呢 其實就可以啦 那當然價格比較便宜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來開始認真寫我的力籤 然後可能 點火看要不要再把它調強一點點 然後公油再裝個礦點去順一下 那這個會比較耗時 就沒辦法拍給大家看啦 那反正之後我們 就會寫完 然後當然就是 玩完啦 這就是我的力籤 然後 他當然要驗車的一些情況呢 這個原廠電腦 直接刷回來就好 非常非常簡單 就刷回原本的版本 然後他基本上驗車還是可以過的 那 大致上這樣 那我們今天介紹一個 重機刷電腦大概是怎麼樣 那馬力圖呢 在旁邊 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大概有整條曲線都整個大了 蠻多的啦 所以就很明顯的說 他們的馬力的狀況就有影響啦 那大致上這樣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小鈴鐺 有什麼問題可以再問我 然後 我們再來提供給大家 好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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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囉 嗤 挂 生活